许多宗教都有所谓的出家人 这也是修行的一个极致 如果在家要想集身全佛的话 一定要出家 因为成佛有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完全断肉时 全菩萨尚且要完全断肉时何况成佛 第二必须给自己时间 在极尽清净的地方从事修养 第三必须让自己有苦行的经历与体验 这些在家很难办到 那么我们对一个动物 不管是一只鸟或者是一只狗一只猫 我们的爱 那个爱是一种贪欲的爱 它不是像菩萨的大爱 菩萨的大爱是没有分对象的 它是没有界限的爱 它是没有执着的爱 但是我们的爱是一种贪欲 所以因为它让我欢喜 因为它让我开心 因为它很温馴 让我可以死患 所以我很喜欢它 它可以在我痛苦的时候 它可以跟我依偎在一起 那么这种爱是世间繁复的爱 可是我们修行人就是要断这个东西 所以欲界要断的就是欲 我们六道当中有五道都是在欲界里面 那么天道有六欲天 还有六成天都还在欲界 还有嫁娶婚姻的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没有办法断这个欲 那我们怎么能够提升呢 为什么佛教也有出家人 其他宗教像道教全真教也有出家人 那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也有出家的这个修女 为什么 因为修行要到达一个极致 一定要断欲 所以要修饭 修饭饭就是清净 所以那个欲要去掉 如果学佛想积身成佛的话 就必须一切都要舍 连自我的命都要能舍 如果还珍惜这个命 那是不行的 因舍不得锻炼 所以再加成佛是很难的事 因为最起码你还要为你的生活 为你的责任 以及为你的权利义务去履行付出 法律新闻赛容学永 台北采访报导 法律新闻